马太福音第六章 你们要小心 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 故意叫他们看见 若是这样 就不能得你们天赋的赏赐了 所以 你施舍的时候 不可在你前面吹号 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 故意要得人的荣耀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施舍的时候 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你们祷告的时候 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 故意叫人看见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祷告的时候 要进你的内屋 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你们祷告 不可像外邦人 用许多重复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 必蒙垂听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所以 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进食的时候 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脸上带着愁容 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 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进食的时候 要梳头洗脸 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 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摇 能秀坏 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摇 不能秀坏 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饿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亲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 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 你们的天赋尚且养活它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 使瘦数多加一克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你想 野地里的百合花 怎么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 也不仿现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它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性的人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所以 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 都要加给你们 所以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 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 就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